在速度外移下展现惊喜的稳定 在各方面都能坚固的情况下 还有一派暴力进攻 更加全能的速度进攻派 这就是神速90K Metalic 大家好 欢迎来到装备体验 我是光影 亚锦赛的时候 胜利发布了90KM亚锦赛纪念版 而现在我手里的这支 就是90KM的正式大货版 它的表现究竟如何 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直接来开始本期的节目吧 首先来看颜值 整派以黑色打地 配大片灰绿色汽水来做搭配 拍框涂装为对称设计 除了两色有点小清新的灰绿色外 线槽部分还加入了白色的过度配色 而内侧汽水细节 基本以网状结构为主 来到剃头位 依据是延续下来的这种网状涂装 但是这次这个网状期全都是立体的 中感以黑色向白色过度 而为数不多的橙色汽水 则是凸显了自己是完全不同的合金版本 顺便要提一句的是 这次中感汽水中 加入了大量的这种凸点 摸起来的手感很不错 而且不但在中感 拍框内侧的上下部分 也有大小不一的这种凸起设计 这种叫做鲨鱼皮的设计 也算是比较不同的细节了 那么这样的颜值 满分为十分的话 你认为有几分呢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参数 我手里这支是四游G5的规格 而且要着重提一嘴 它是木柄 熟悉的蓝色底盖终于是回来了 木柄爱好着可以狂洗一波 手柄长度210毫米 空拍带底较重量84g 平衡点300毫米 空拍去抵较重量76.5g 平衡点320毫米 上线去抵较上缓震膜上手胶后 重量来到86.8g 平衡点降到了310毫米 看起来好像并不是那种大杀气的感觉 那么实际打起来的感觉如何呢 90KM的整体打感非常的硬朗 有一定会中 出球硬弹干脆 绝对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 空球又稳定又扎实 虽然灰速快于合适进攻拍 以及平衡拍 但是调教的并不极端 并不是极致速度拍 后场拥有一拍重杀威胁 杀球爆发感很好 而防守上 大拍框的容错率比较高 中杆良好的弹性 又可以提供非常爽脆的回定体验 攻防拉掉等方面做得很均衡 整个拍子调教的真的是非常的全面 那么聊完了整体感受 我们就来聊聊具体细节 虽然这个拍子是神速系列 但是个人感觉这个拍子最大的特点 其实并不是速度 所以速度上先放一放 我们先来讲稳定性 这速度拍最大的特点是稳定 是不是听起来就有点奇怪 但是这个拍子所带来的那种稳定扎实的感觉 个人认为是这个体验中最为精细的存在 一般来说 拍子去追求灰速 一定会牺牲一部分的稳定性 而它找到了这个灰速和稳定的平衡 而且做到了在这个灰速下 惊艳的扎实稳定 它的高远有快灰速的加持 出球感觉比较有距离爆发感 而到了劈掉过度上面 是能够清晰的感知到球被包裹着跟线床接触 然后送了出去 持球感很充足 反手的过度 也是明显能够感觉到拍子包裹球出去的稳定性 但是整拍又非常的硬朗 又完全不是那种肉的出球感觉 所以这种硬朗的扎实感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而且得益于中肝和拍框的硬朗 拍子抗扭做得不错 指向性非常的清晰 而往前的小球感受 同样也是感觉球很扎实的 在拍面上停留了那么一下下 稳定吃到了线床 然后才出去 依旧还是非常扎实的手感 这只拍子在控球方面 真的是非常的扎实稳定 而且大拍框的容错率更好 拉掉上一点都不虚 拍子的挥速感受 确实比正常进攻拍和平空拍要快 但是并不是那种纯速度拍的超快速度 算是处于了中间点上 而这一点感受 在矿形上得到了印证 这个动力破风框 只在拍头位置和39点位置 做了非常尖锐的破风处理 而12点到39点位置 虽然也有破风 但是相对来说圆润了很多 而39点位置到6点 逐渐开始越来越圆润 到了剃头三通位置 几乎已经摸不到 凌厉的破风设计了 而线槽方面 它是个只开到了39点位的半线槽 这样的设计 几乎已经是一个平空拍 和正常进攻拍的模样了 并不像一个速度拍 也就是说 它就最大程度保证了稳定性 略快一点的挥速 更像是锦上添花 然后再来聊一下进攻 虽然310毫米的平空点 看起来并没有很极限 但是一定的挥重 再加之快一点的挥速 让这只拍子的杀球 可是一点都不弱 拍子的力量传导非常的干脆 发力非常顺畅 杀球的那种爆发感非常的充足 球出去会很重 会感觉是被整个砸出去的 拍框的反馈非常的干脆硬朗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加入了合金纤维的原因 这只拍子在出了机会后 在后场是有一盘强攻 中杀得分能力的 虽然可能不比龙2P 那么蛮横不讲理的暴力 但是90KM对于使用者的力量门槛 要求上会略微降低了一些 不但有后场强攻 点杀的这一拍 也会比这种合适暴力进攻拍 来得更加轻松 也就是说 它虽然进攻暴力的并不极端 但是保证了有一拍杀球 得分能力的同时 对使用者的要求上 会更加友好一点 那么上述的打赶聊完 这90KM听起来似乎是一把 披着速度拍外移的 优秀单打进攻拍 有那么点半猪吃牢狗的感觉 那么双打方面 它表现如何呢 首先来讲平手党 出球超级干脆利落 中感反馈完全是脆弹的状态 并且整拍的靠扭非常的不错 拍子完全不会有多余的震动 如果你想去打B压 这个拍框给的距离感 还是非常足的 就感觉出球会有牵涮性 抽出去的球会比较重 但是在速度方面 如果说对于一个 纯速度拍来讲 也只是够用的程度 比平衡拍要快 但是没有极致速度拍 那种极快的连贯 当然这一点也跟它 有一定挥重有关系 再加之它是大拍框 破风上的设计 也没有去做极致的那种 这种感受上也很合理 再来说防守 防守上的打感依旧是很干脆硬朗 得益于有一定的破风速度 可以抵消一部分它的挥重 下手为了防守 并没有那种合适暴力进攻拍 摆脱不出去的感觉 虽然说没有极致速度拍 那么轻松的摆脱变线吧 但是也能说够用 摆脱变线也还是可以做到的 另外这个拍子 其实往前封网也还行 虽然有投重有挥重 但是它有挥足加持 拍框又比较大 往前的出球也能有一定速度 不至于说感觉太拖沓 而它在双打的后场 确实可以打出很强势的进攻 有很好的机会的时候 可以有一盘很有威胁的杀球 连贯上也可以做的还不错 就双打的这些个技术上来看 这把拍子虽然跟极致的速度拍比不了 但是它也能用 不至于说很拖节奏 可以比较好的兼顾前后场 比较均衡 就上面的打感来说 这个拍子全面性做的还不错 要控制有控制 要进攻有进攻 虽然说双打上不是强项吧 但是也可以去兼顾前后场够用 就有点你想要啥 它都有 并且做的还都有不差 那么问题就来了 这个拍子短板在哪里呢 首先是这个硬度问题 它的硬度标识跟极音速是一样的 基本上已经硬到了头 打过极音速的应该都懂我说的啥意思 不过就体验下来 个人感觉90KM的打感并没有极音速那么硬 感觉中感上会比极音速略微软一丢丢 它硬主要就硬在了这个拍框上 拍框是真的硬 根本就感觉不到拍框的形变 虽然整体上打起来的感觉 会比极音速软那么一点吧 但是也算是逼近最硬的那一档了 不喜欢超硬感觉的球友 可能需要去注意一下 然后它的上手门槛并不低 消耗体能比较快 会比较吃力量 这只拍子可能会存在满血状态下大杀气 但是状态不好 就打不动这个硬度的问题 另外就是这个拍子 个人感觉还是定位更偏向于单打 如果说追求极致速度的双打拍 这只拍子还是不够极致的 那么好了 到了该做总结的时候了 90KM更像是一款披着速度拍外衣的 全面形进攻拍 打开硬朗 控球稳定扎实 进攻有一派暴力威胁 双打方面也是能够做到 前后场坚固的均衡 单打方面很优秀 双打上也是能够坚固一些 算是够用 这把拍子推荐给全面形球拍爱好者 单打喜欢控制后 找机会一派进攻得分 并且在日常使用中还有双打需求 对双打挥速要求不极致的球友 好了 这期本期装备体验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这视频 欢迎长按点赞三连支持我下 如果想观看其他装备和赛事更多内容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光云 我们下期再见